您好,请介绍一下您自己跟您的品牌 大家好,我是阿葵 我是LIFEILE,一个品牌的负责人 那请问一下你的公司,你的品牌是针对某一个什么样的客户层呢? 我们自己做这个品牌是针对一些我们大概是28到4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城市的一个消费学 主要是一个比较休闲成熟一点的,比较粗胖一点的,就是比较休闲这样的一类的一类情绪 那你们的设计理念是怎样的呢?设计理念 设计理念其实在我们设计理念说 LIFEILE就是一个一种精神,一种坚持一切,一路向前的一种精神 就是说坚持一种我们自己喜爱的一种东西 把我们喜爱的一种美食付出的东西把它带到我们一个人的眼球里面 然后把我们所持戴的说,要真的很有文化的那种东西带给我们的想法 那你们有想过把自己的品牌推广到海外去吗? 对啊,一直有多种想法 一直会想把它国际化? 对啊,这个是每个做品牌都想做全球的这个东西的 那你们有没有使用就是比较新颖的方法,比如在网上推广你们的产品 或者是使用一些微信啊,微博这样去推广你们的产品? 我们当时使用的是微博啊,还有一些instep 广啊,或者facebook 我们都会用卡路去做这些推广 那你觉得就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据你的了解,你觉得在线上的宣传比较有效? 还是线下的比较有效呢? 嗯,其实互联网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互联网在宣传作用比较起的大一点嘛 对啊,好像那首歌刚刚也是在网络上兴起的 就是说现在传传在网络上是很有很大决定性的作用的 就是线下的话其实可能地域性地域性比较大一点 但是如果全球性全球化人家要把品牌推广到全世界的话肯定是在网上做推广 嗯,这一项程度 嗯,那你对于西方的设计师要来中国发展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或者意见呢? 西方的设计师 哦,其实这个西方设计师来到中国,其实有一好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到不同文化,不同层次 我们平常接受到有东西去交流,去交换 明白西方一种质量,一种文化,去接受它 然后把它消化掉,再去推出去 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互换的一种信息的方式 嗯,对,好,谢谢你的访问 这一套是我们2012年秋冬季的一个新款式 这个是秋款,里面有三件套的一个这样的搭配 里面是一个喷喷命令的一个设计 然后第二层是一个环布的小背心 嗯,外面是一个毛利勇的一个小西装 这一整套的那个搭配是比较整个比较休闲,比较复古的一个感觉 然后是说,我们就用这些的小细节位啊,好像这个小代理也可以 这样成套的东西非常方便 还有做这些那个定色,这些补丁这些位置 就做一个小小的细节,还有你铺上的一个定色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整体的感觉给人一个比较休闲,舒适,成熟,还有工装的一点感觉在里面 嗯,好,谢谢 谢谢